大家好,我是王布朗,說半導,今天要繼續談我們芯片可靠性,reliability,它的第二個基本功。 那麼它的第二個基本功是什麼呢? The story of NO,Nitric Oxide,Nit,NF,Tex-Charge and Interpatial Charge,and Design and Experiment,怎麼樣做實驗。 那麼今天主題主要談的是Polysilicon跟Sion,Silicon Oxy,Nitri,這個CMOS,它的可靠性。 那今天談到這個NO嘛,Nitri Oxide其實很有意思,它也是NO。 那麼今天的開場白呢,我們就來談這,以這個NO來聊天,給大家一個有趣的Icebreaker。 為什麼小孩喜歡說NO啊? 因為發現兩三歲的小孩最愛說NO。 我這個小孩也是這樣子,一小子可以說很多次。 那麼很多這個理論要來是因為它要成長嘛。 成長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反抗。 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第一個故事。 那麼,但是,第二個故事,其實Nitri Oxide啊,在我們醫藥,藥學裡面非常重要。 它是真正的春藥。 什麼意思呢? 因為液氧化碳在心臟的血管裡面,它會放鬆肌肉,使你的血管臂變寬。 它不僅在心血管裡面,它會基本上所有重要的血管,它會把它變寬、變鬆。 看到沒有?把它變鬆了。 那麼,血就多了嘛。 血統的話,它治療這個性功能障礙。 維格啊,就是Nitri Oxide的作用。 那麼,現在呢,科學家探索也可以用Nitri Oxide來抑制Covid-19, 這是新的論題。 大概是因為還可以增加氧。 Covid-19最怕就是缺氧。 現在氧增加了。 那麼,一旦呢,疫情就得到緩解了。 所以這個Nitri Oxide很有意思。 那麼,其實呢,它還有更有意思。 它是1992年,稱之為年度燒包分子。 它就是Molecule of the Year。 它發現它有很多有趣的性質。 它有一個不成對的電子。 它這個分子是這樣寫的。 有一個小小的這個豆豪在上面。 它是工藝化學中重要的這個中間體。 它能夠降低能階障礙。 那麼它又在燃燒周期形成, 可以通過打雷形成。 打雷就是自然界的plasma。 它是許多鋪路動物。 動物裡面的生理跟病例中的信號分子。 應該的大多重要。 那麼,1998年獲得諾貝獎。 這個得主它的主題就是研究Nitric Oxide。 那麼,在我們這個世界裡, 在我們Polysilicon Gate。 這個也是Polysilicon Gate。 那麼,本來是SiO2。 那變成SionSiO1的世界裡。 俄國我稱之為有機學大學。 為什麼是機學大學? 等一下給大家說分明啊。 這個就是Icebreaker。 那麼,剛才開始我們回顧一下。 28納米Polysilicon High-K跟High-K Metal Gear。 這個已經是用High-K了啊。 不是用這個,不是Sion。 我們只是回顧一下。 這個本來是這樣子的。 本來是這樣子的。 就是這意思是說, 特別是提到的所謂Gate-Last。 Gate-First。 IBM本來就是Gate-First。 那麼,這個Intel Gate-Last。 Gate-Last是我們現在的用。 但是剛開始的時候, 你先想看,它是把這個Gate最後放上去。 這個東西一開始就放上去。 非常傳統的。 所以沒什麼問題。 這一點問題沒有。 非常奇妙。 那麼,這個當開始的時候一放上去, 不僅是非常奇妙,而且非常簡單。 跟傳統的工藝是一樣的。 但是現在,但是後來Intel說, 我怎麼不行。 因為它的VTR, 它的臨界電壓太難控制。 因為製程後面有很多高溫的東西。 這高溫的東西啊, 就會把原來你想的這個 World Function, 跳了。 就是改變了, 你找不到邊了,找不到。 那麼,那時候的Poly-Silicon High-K 還加了Silicon-Germania。 這個也是比較困難。 不是那麼容易的。 這可以做得到。 但是發現,這整體而言, 量率是比較低的。 後來沒辦法了,就改了。 改成了。 還是Intel的厲害。 Gate Last。 那麼Gate Last做出來以後, 最後呢, 短機電呢,就量產。 28納米,在2010年量產。 那麼,UMC呢, 2014年,差了個幾年。 中芯國際呢,就不太一樣。 他先走的是Gate Last。 他2012年有IBM的這個轉利協助, 他就把它混在一起。 現在他也做出來了啦。 現在他們也都做出來了。 基本上28納米是世界的主流。 即使今天為止,都還是如此。 那麼,這個就是給大家做個簡單的介紹。 那麼,繼續講說, Poly-Silicon跟Poly-Sion都是High Key Metal Gate。 我們比較這兩個,這兩個, 我們是今天的主題嘛。 跟High Key Metal Gate現在的主題, 這是以前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 Poly-Silicon, Sion它本來是508組。 你看,它在, 它最簡單,它是Gate Oxide。 Silicon,Sion。 那麼,這Gate Electro呢, 它用這個Poly-Silicon做Gate Electro。 它用它的, 做它的, 它的這個,做它的Gate, 來控制。 這Gate的意思就是, 它控制這個Gate Electric, 控制這個絕緣體。 On-Off,On-Off, 用這個東西要控制。 控制。 那Metal Gate當然是用Metal。 這Metal Gate很麻煩的。 Metal Gate你看, 它Different for M-Mons and P-Mons。 就在我們在, 在我們製程裡面, 鬼月那一篇講的很詳細, 怎麼樣做這個Metal Gate。 非常複雜的Process, 非常非常複雜。 那這個就很簡單。 那P, 它這就兩個, P負責是N, P的話就加Boro, N的話就是叫這個, 叫Phosphorus。 所以它非常簡單, 而且它材料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Doping不同。 自身而言, 很明顯, 這個非常容易。 那它有個天生的缺陷, 其實有兩個, 第一個是, 這個Gate Electric, SiOA呢, 後來就不能用了, 為什麼? 它要求越來越薄嘛。 T-Ox要要求越來越薄,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SiOx要增加, 你這個東西要越來越小的時候, 它這個地方就必須越來越薄, 而且你的電壓也下去了。 這個地方越薄, 才能夠產生足夠的電容, 來讓你吸引這個Charge, 這個觀念是很重要的。 那最後, 它弄到了1.2納米以後, 它再也下不去。 它的EOT1.2納米以後下不去。 因為這個地方呢, 它進入了量子世界。 那麼電子就直接穿透過去。 這Tundering以後, 就直接打過去。 它漏電流大折。 那麼這是它第一個天生缺陷。 第二個就是, 它有一個匮乏效率。 什麼意思呢?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 這兩個東西讓PolySilicon和Sion玩不下去。 那最後當然就改變了。 改變這個世界, 當然是Intel的, 還給Mirrigate, Pitches Gate Last。 你比較起這兩個結構, 你可以發現, 為什麼它一定要出來呢? 因為這個地方, 你是有1.2嘛, 你下不去了。 那麼, 可是你放在HighK以後啊, 你可以放3納米。 可是它的T-Aux, T-Inversion, 它的C-Aux, 比這個還要大。 但是它不漏。 它的C-Aux變大, 但是因為這個是HighK嘛。 就是這個K3.9, 這個K是10到15之間嘛。 比較大, 大了三四倍。 所以說它能夠變得厚一點, 得到一樣的C-Aux。 將近兩倍半, 就是兩倍半左右。 將近三倍了。 那麼, 當然它的漏電流, 就會變少了很多。 這個就是, 還給Metalgate的好處。 但是你不能說, 那你就說, 你就放上去就算了嘛。 沒那麼簡單。 因為它的作用, 它做兩件事情。 一個是Metalgate, 把這個Depletion也弄掉了。 這是Metalgate能做的事情。 然後呢, 但是它有很多的副作用。 這個界面上, 這個界面上, 都有很多很多, 需要解決的技術難題。 這個, 就是後來的, 大家都在研究。 後來, 成功的, 當然大家都成功, 過多或少都成功了。 但是那個成功與否, 跟良率有很大的關係。 良率要夠高啊, 才賺得到錢。 好, 我們現在繼續談這個,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Silicon跟Sion。 Polysilicon當然, 一定要談到Polydepletion。 Polydepletion什麼意思? 我要插播一下。 它就叫做, 驗過拔毛。 你看這個能階圖。 The Poly啊, 它在這裡啊, 會有一個能階, 是彎曲的往上翹。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電子密度不夠。 它電子密度只有, 是20次磅。 最多21次磅。 那, 這個, 在Silicon, 方向我們要有一個Band Bending, 這是必須的。 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最後才能夠Invert, 才能夠產生Inversion。 這是我們要控制電流。 這個時候, 這個Depletion是需要的。 這個地方的這個Band Bending, 是需要的。 這個地方就不需要。 但是它, 它是因為它的Charge不夠。 它自動Band Bending。 我稱為Polysilicon, 是SiON的門房。 它的門房, 製造很容易啊。 它Doping啊, 這個Deposition啊, 都是POR Process。 非常簡單的。 但是它底氣不足啊, 因為電子含量, 電子的密度含量不夠高。 那這個意思, 就開玩笑講, 常有私心。 你外加電壓, 進來的時候啊, 比方說將近兩幅。 這個科技啊, 這個Node, 它是接近兩幅。 那麼, 你外加電壓, 它本來是要控制這個, 用這個OXA來控制裡面的, 我稱為半導皇后, Silicon, 是硅啊。 它這個地方要彎上去啊, 損失掉一點電壓, 大概是0.1伏。 0.1伏啊。 所以外, 最後收到的電壓是, 就少了一定要2-0.1嘛。 那還好, 變成1.9伏。 你的Band Bending, 你的病症是Band Bending, 抽頭。 我就稱為, 驗過拔毛的意思。 那現在先進的製程, 它的這個外加電壓是0.7伏, 夠小, 你又抽頭0.1, 你這個抽頭不變啊, 當然受不了, 這個地方就不行了。 那就, 找了Metal Gate來幫忙。 Metal Gate, Ti Nitride, 對不對? 我們講的主要Ti Nitride, Tentanum Nitride, Tentanum, Ti Aluminum Carbide, 這些它的電子密度, 都非常高。 都跟真正的金屬是一樣的, 為什麼叫Metal Gate? Ti Nitride是不是Metal Gate? 它是Metal Gate啊, 它是金屬, 它不是一個Nitride, 是一個碳的化合物, 但是它的表現跟金屬一模一樣。 因此呢, 它的密度過高, 就沒有Band Bending, 這個地方就不會有這個往上翹, 這個東西, 就跟好像是這個真正的金屬一樣, 所以避免拔毛啊, 這個就是Poly Depletion, 它的缺點啊, 這個樣的Band Bending, 被Metal給救了。 這個門房比較乖, 沒有貪污。 那麼, 我們再往下再回顧一下, Poly Silicone, SiO2啊, 它後來演變成Poly Silicone, Sion, 那麼為什麼它會演變? 其實很簡單, 其實它的原因呢, 因為加了N以後, 它有很多優點, 它很容易加Process Compatibility, 這個在製程裡面非常重要, 就是你前一代用什麼? 你下一代啊, 最好不要改, 能不改, 就不改, 那有時候你非改不可, 那你要改得少, 因為你一改就是成本, 你要買新的機器啊, 對不對? 那就是很大的成本嘛, 半導體, 其實成本也最大來源是機器, 而不是人力。 那麼, 那為什麼要加N呢? 因為它最重要的是, 是阻擋了Borong Permetration, 等一下我們會細談這個問題。 那麼, 它又增加了這個Reliability, 它有很多好處啊, 它也比較不容易氧化, 就是它比較強, Breakdown Strength也增加了。 那麼, 你從這個圖一看呢, SIO能夠讓, 讓SIO2能夠再薄一點點, 還能夠得到很好的這個Performance, 比方說它是High Performance Logic, High P, 我們常常說, High P, High P, High Performance, 它能夠, 以同樣的, High Performance, 它能夠降低好幾個Ams, 好幾個Ams, 。 那麼, Standby Power就是它的Low, 它也可以減少。 那麼, 這個就是它SIOA呢, 這個, 最大的好處了。 它基本上, 改善, 它就是很少的代價, 它能夠得到, 下一代更先進的這個, 更嚴謹的需求的時候, 還能夠滿足。 那這個, 跑到SIO2, 改善變成SIOA呢, 它有很多的好處。 基本上, 能夠Scaling的時候, 又省了好幾個Ams。 那麼, 對於可靠性而言, 我們通常用這個圖來表示。 就是說這個, 從這個Low電量的這個表現而言。 你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是, 通常是1A per centimeter square, 這個單位來看。 來看, 它的這個Tox, 你看, 從這個地方, 它的Low電流啊, 這個是SIO2, 它能夠下降, 實際上下降2.5個Ams。 從1.5到1.75嘛。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0.25, 0.25個Ams。 所以說是25, 這個, 這個地方的這個, 這個介紹的是0.0.25的這個Nanometer, 就是2.5個, 從這1.5變成1.75, 所以0.25個Nanometer, 這2.5個Ams。 將近三個, 三個Ams的厚度啊, 能夠節省。 然後這個地方有一個, 有一個Cylentrum Oxide, 這個這個不太對, 這個這個, 這個理論是不對, 為什麼? 因為Cylentrum Oxide是 Hydroscopic, 它喜歡吸水, 它碰到水就膨脹了, 所以根本不能做Galoxide,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土, 這個地方是, 是不對。 所以, 我們再繼續看, 這個Poly Silicone, Poly Silicone, 為什麼要做這個, 要把這個Nantrogen, 插進來, 加進來, 因為, 在P的Poly, P Poly是Boron, 都加了Boro, 鵬啊, 鵬是個過動耳, 他看到高溫了, 立馬啪就跑了快, 你看這個量900度C, 他就穿透了, 你看吧, 他本來就在這裡, 他就會穿透, 各種不同的時間呢, 他穿透的量都不同, 他穿透了以後, 跑到自己中間來了, 他跑到Channel來, 有他的確定, 他會讓你的這個, VT漂移, 啊, 漂移起來, 所以這個, 然後這個樣, 這個簡單來講, 在這個地方就讓你的VT啊, 不對了, 你看, 比方說, 他這麼容易過, 你看, 在鵬啊, 只需要15分鐘, 就能夠穿透, 12.5納米以後的SiO2, 這個是這個實驗, 是很有名的, 這個實驗, 這麼快, 才900度C, 啪, 15分鐘穿過去了, 那今天呢, SiO2那時候的是, 1.2納米啊, 那岂不是, 蒋男今天講幾秒鐘就過去了, 我說, 鵬原子, 過了河, 公然造反, 他跑到這裡來, 他漏電增加, SS, 就是, 界面的這個, DIT啊, 就增加, 然後這個VT改變, 那SiO2, 救命, 是吧, 不行了, 我這個Oxide不能這樣子, 這時候, 我們就幹嘛呢, 我們就打積雪, 然後真是會打積雪, 那麼, 打多少, 要看你的製成, 怎麼打, 也是看製成, 因為呢, 它的SiO2N呢, 它會Block Boron Diffusion, 它在裡面, 形成一些特殊的間接, 讓Boron, 穿透不了, 高, 是它的, 高敏的地方, 那麼阻止Boron擴散的方式, 其實有很多很多種方式, 這個Paper上很多, 那你要找到什麼方式來, 來改變, 來阻止Boron, 瘋狂擴散, 第一個, 它就在Gate裡面做事, 在Poly Silicone裡面, 就把它呆在裡面, 標出來, 所以你改變Poly Silicone, Gate Structure, 你說這裡是Poly, 所以有人說, Ammorphous怎麼樣, 把它變成沒有, 沒有Grain Boundary, 因為有人認為是Grain Boundary, 跑到最快, 讓Boron跑到最快, 你變成Ammorphous就沒有了, 或者是In-Situ-Dope Silicone Boron, 你改變製成, 本來是這個地方的Boron, 是打, 是你用那個Plasma, 不是Plasma, 你是用這個Ion Implantation打進來, 你打進來了以後, 它有很多缺陷了, 當然在NEO啊, 之類的, 對不對, 就很麻煩, 如果你可以用In-Situ-Dope Silicone, 叫做In-Situ-Dope, Forent Deposition, ISBD啊, 我們以前談過這個東西, 或者是加上一個Forent Employment Plan, 這些改變製程, 改變製程, 你都會有一些好處, 那有人說, Grain Boundary還有不一樣, 它的Grain Boundary什麼意思呢, 如果是你Grain Boundary啊, 後來因為某些熱的關係啊, 你的Grain Boundary變大了, Grain Boundary變大了以後呢, 你相對應的SiO2就變薄了, 本來你是有這麼, 比方說這個兩納米, 到這個地方呢, 因為你的Poly, 因為它變大了嘛, 它就入侵了下面, 結果你SiO2啊, 就相對應變薄了, 那變薄了以後, 不然是有好處啊, 但同時也不是你原來想像的, 結果你也漏電量大了, 這很麻煩, 那麼你就要把Grain Boundary變小, 然後你就是用SiO2想把它變小, 對不對, 那麼也有說, 加一些特殊的Barrier, 像說我說, Tine Nitry, Aluminum Oxide, 這些呢, 也是一個大碼, 甚至會麻煩的大碼機, 它都有效應, By the way, 它都有效應, 人家寫一個Paper, 對吧, 那你說, 當然會吹牛它有效, 那最後的方法就是給它打機學, 我們來看一下啊, 那麼比方說, 就前面講的大碼機就是說, 它弄了很多複雜的東西, 來阻止波隆的這個擴散, 它用Tine Nitry, 跟Aluminum Oxide, 那麼這個我覺得蠻有意思, 因為它的想法我是同意, 就是說, 我如果今天再去做, Poly Silicone, Cion, 這個Process, 我可以用現代, 我們現在擁有的新的技術, 那時候Tine Nitry沒有成熟, 那現在成熟了,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使用它, 就是說它用這個Tine Nitry來做, 可是Tine Nitry一做的時候發現, 它漏電量搭著, 它這個, 這個地方, 這是你的, 你原來的這個結構, 但是你加上Poly, 這個Tine Nitry的時候它打折, 哎呦, 糟糕了, 所以說這個地方之前, 你要插一個Aluminum Oxide, 如果你這個製成能夠成熟的話, 確實是一個還是不錯的Idea, 那你說不一定要Aluminum Oxide, 用別的Oxide也可以, 對不對, 別人用Hepinium Oxide, 反正用很多種不一樣的Oxide, 來擋住, 那這個地方, 倒不是擋住Borrow, 因為這個Tine Nitry把它擋住, Tine Nitry非常致密, 所以它在我們, 比方說, 這個Backend裡面, 不是常常用嗎, Tentan Nitry, 這個Tine Nitry, 都是一個Blocking layer, 防止Copper diffusion, 這些東西呢, 來把這個Idea翻到前端來看一下, 就是主, 反正你要阻擋什麼東西嘛, 你就放一些能夠阻擋它的東西, 這個Idea是Tine Nitry, Tine Nitry可以阻擋, 但是它因為影響這個Leakage, 有別的原因影響, 當你改變製程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副作用, 那你這樣就加一個Aluminum Oxide, 把它搬回來, 那缺點是什麼呢, 你VT一定會改變, 這個VT改變是好是壞的, 這很難講, 但是如果能改變的, 你能夠控制的話, 那就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 我稱之為大蠻機了, 自身上來講, 比較複雜困難, 但是也許能夠達到要求, 最後呢, 那時候, 這個打雞雪, 打南州型雞雪, 雞雪這個玩意兒是怎麼來的, 原來啊, 原來啊, 在解放初期的時候, 某個國民黨軍藝聽說, 被這個表演, 大家開開玩笑, 大家睡著了, 他被抓起來, 判刑, 為了要自保, 他獻住秘方, 他說打雞雪, 就是看那個, 蔣叉叉, 他在, 他在, 他在閱兵的時候, 那個熊豬豬氣昂昂的樣子, 就打了雞雪, 那就是, 大家聽著, 也許有道理, 後來呢, 就是產生了所謂, 雞雪療法, 就是把小公雞的雞肉啊, 不是母雞啊, 公雞, 抽了十到一百七七, 然後打, 打在肩膀上, 沒做一次, 被抽過的血的公雞, 瘦骨零零, 十字五味, 精華被抽走了, 當然這是騙人, 你打了以後, 因為雞雪裡面有很多衛生物, 你這個跟人血不能夠match, 所以你就, 最後把燒得病, 搞了天下大亂, 後來衛生部發了這個, 關於雞雪療法的通知, 在這裡, 這個是文革時期啊, 那時候這個有名的這個東西, 好玩的很, 那麼把打雞雪的方式, 第一個方式叫臭屁, 我稱之為臭屁製成, 什麼意思呢, 為什麼叫臭屁製成, 因為它這個高溫, 把這個臭氨放進去, 把那個amonia放進去, 這個來, 來, 來, 在高溫裡面, 有不同的溫度跟時間, 企圖來做這個事情, 這是一個很早的報告, 現在當然不用這個東西, 但是它有,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 就是說你, 做成了以後, 任何的這個高溫製成, 它其實它都會產生void, 都裡面有空洞, 這個空洞啊, 是目前所有, 關於這個, 這個絕緣體, dielectric deposition, 不管你是什麼process, 但你用的是這個, AOD, 它還是一樣的, 那你產生了很多void, 這些空洞, 就必須有一個, 叫做, PDA, Post depositional anneal, 這個anneal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你必須要一個相對的高溫呢, 把你所放上去, 鍍上去的材料致密化, densification, 把它變得更密, 變成理論質, 因為你不更密的話, 你就損失了嘛, 你就損失了這個capacitance, 電容就損失了, 因為空氣的電容是1嘛, 你當然不要1啊, 就是, 它的dielectric strength很低的是1嘛, 所以你必須高的, 這個dielectric strength, 所以你必須把它致密化, 這些在所有的制度, 目前都還是如此, 那麼, 剛剛我們講過了這個, 這個地方呢, 我們還要補充一個, 就是說你這個oxide製出來以後啊, 它有些討厭的地方, 那我也必須插播一下, 就是說, 你這個製程製出來以後啊, 不管是什麼製程, SiO2也好, 這最原始, 最傳統的製程, 它在表面上, 跟這個介面之間呢, 會產生一個叫做fixed oxide charge, 等一下我們會常常用到, 這個東西叫做NF, fixed oxide, QF就是它的真正的charge, 這個charge层上這個, density, 它的密度, 這等於是這個fued, 這個數學的這個公式, 那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當你長成一個oxide, 你這個地方是長出來的, 不管,其實你不管你是長出來的, 還是, 度上去的, 它都會在介面這個地方, 因為你要跟它形成一個bonding, 它這個地方都有一個不完美的地方, 那不完美的金額, 所以它這個, 這個不完美的處是固定的, 你沒有辦法改變它的位置, 所以這叫fixed charge, fixed oxide charge, 你可以想辦法把它變少, 但是你沒有辦法把它變得這個, 可以離開這個地方, 知道不行, 你一個想辦法把它 passive, 那倒可以, 那這個地方的厚度呢, 是一個none, 那麼, 所以這個地方是這兩個wire, 在我們VT control裡面, 是最重要的兩個, 要注意到啊, 它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它靠近界面, 如果你說你的fixed oxide charge在這裡的話, 沒有關係, 不太重要, 這是因為越靠近界面的地方, 它對VT的影響越嚴重, 這一點是我們做製程的, 你心裡要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概念, Dio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這個實驗, 它就不停的在不同的環境之下加熱, 它想辦法把它去掉, 它把它Q啊, 把它NF去掉, 然後各種方式的Nio, 各種退火, Argon啊,N2啊,O2, 它就發現有一個三角形產生, 就是說你的製程怎麼弄, 怎麼樣換來換去啊, 它是永遠無法完全去除, 它只能在這個三角形之內打轉, 最多就低成10的11翅膀, 那麼有沒有關係呢? 還好,還好, 不是很好, 但是呢, 能夠忍受, 能夠忍受, 那麼現在的這個, 還可以沒有給製程, 已經薄得很, 那我們前面講的說, 哦, 前面講的說, 它最靠近的地方, 如果是非常重要, 如果很遠, 你就不重要, 但這個地方已經1納米了嘛, 那你還可以沒有給, 那這個地方, 是不是也是重要的, 也是會重要的, 還可以沒有給啊, 還可以沒有給, SIO2, 跟SIOX, 它的界面, 這已經很薄了嘛, 它界面也是有, 有時候, 說實在話, 它的Bubb Interface的區分, 不太清楚, 不是很清楚, 但是SIOX, 地位卷, 更加重要, 沒有它, 活不下去, 那麼, 等一下我們在我們的目錄裡面, 會談這個SIOX, 它的地位, 那麼, 我們怎麼樣擋住, 我們講說, 我們要擋住Boro, 用Nitrogen, 那你怎麼樣把它擋住呢? 當然, 現在可以用的製程, 就比較, 比較好了, 通常是用這個, pline material, 應用硬材, 應用材料的RTP機台, 但你可以用別的機台, 那這個是比較流行的, 它叫做, Rapid Thermal Process, 快速的加熱, 它裡面的機台有RTN, RTO跟DPN, DPN是一個Plasma, Decouple Plasma Naturation, 這個製程, 它的含量, 感情相當高, 30%, 以前要做5到10%, 在老一代的時候, 做5到10%, 那那好處是什麼呢? 你可以看, 它除了能夠擋住Boro之外, 當然不能完全完全擋住, 那擋了不少, 對不對? 那它可以把它, 你的這個DIT也下降, 特別是, 你看, RTA, 後來再RTO, 你先Nitrogen, 再RTO, Oxidation, 後來再加上一個DPN, 加上一個Plasma的時候, 你改變了它的這個, 這個, Nitrogen的分布, 它也可以改變它的這個DIT, 它把Eox, 這個Eox, Eox往前推, 我們這個地方往前推, 零, 就是說兩個Anson, 兩個Anson的很多, 不要開玩笑, 這個是非常多的, 在, 在這個先進製程裡面, 一個Anson都很多, 不要想量, 它的DIT啊, 竟然那個, 能夠保持一致, 在你, 本來你, 本來你, 你任何process, 改變這個EOT的時候, 通常DIT會增加很多, 這個地方卻還好, 這是它的, 高明的地方, 那你就說, 我是, 是不是需要follow這個製程, 這個就不一定, 你必須自己去, 在你的產品上, 在你的機台上, 自己做實驗, 你, idea是說, 你這三個製程, 你可以找出哪一個最適合你的材料, 最適合你的芯片, 那到底怎麼回事, 在裡面有什麼, 怎麼回事, 當然後來很多很多的研究啊, 就發展了, 這個原來啊, 它的, 這個過程相當的複雜, 非常複雜, 這是因為啊, 忽然間發現, 這MBTI的, 它的, 為什麼有MBTI, 這個, 這個叫做, 這個, 這個可靠性的, 這個指數, 這是我們在, 它的指標啊, 等一下在, 我們的, 啊, 這個, 附路會, 第一個附路會講得很清楚, 這個地方講說, 這個, 可靠性的指標嘛, 有MBTI跟, BBTI, 在我們這個地方重視的是MBTI, 那他們, 簡單的講, 它就是說, 宅子啊, 它會被, 被人家搶劫, 被裡面的曲線搶劫, 它有兩個mechanism, degradation跟recovery, 它會回來, 在, 那麼, 當你的N在裡面做事, 它的N就是像我們這個, 前面講過, Nature Oxide, 它是很有名的中間器, 中間在血管裡面, 它會把我們血管打開, 那這個地方呢, 它會做出不同的動作, 在龜裡面, 它在靠近界面跟遠離界面, 它的不完全一樣, 不完全一樣, 很奇妙的事情, 它會影響電動的補貨, 這個宅子是電動, 你這個PFET, 它影響了氫的擴散, 它其中呢, 就像是我們血管裡面, NO裡面, 它是跟別東西作用, 它是個中間體, 它不是直接物, 它的中間體呢, 它能夠影響最後, 比如說, 把這個肌肉放鬆的, 一個特別的反應, 它能夠影響它, 那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它是一串連鎖反應, 它改變它的機率, 改變它的概率, 那可是你想想看, 哎呦, 這個厚度是多少, 這個厚度, 只有兩個納米, 不到兩個納米, 那這個要怎麼做, 你怎麼樣控制兩個納, 那你說, 你就剛剛講了嗎, 你這裡有很多招數啊, 你可以說, 我是RTO啊, RTN啊, 這個DPN啊, 都換來換去, 可以吧, 確實是有人講這次過的, 對不對, 然後在跟大家談那個混戰, 怎麼樣加入之前呢, 我們繼續看它的界面, 你看看, 當我做個界面的時候啊, 大家看說, 到底會有什麼最重要的改變, 在這個地方呢, 這是你的SION, 你看它的mechanism, 它在這個地方, 你看, 有非常複雜, 複雜的這個, A跟B不同的path, 你這個A呢, 宰子會在這裡被吃掉, 然後又跑到這個pawley, 就是這裡, 然後這個地方呢, 又路程不同, 跳躍, 這個是直接, 這些不同的機構, 是前任我們講的, 那麼, 我稱之為什麼呢, 稱之為宰子啊, 被NIT跟NF搶劫, 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的界面, 這個是你的gate, 這個地方被搶劫, 這個1納米也被搶劫, 然後這個pix charge, 這個就不進了, 也被搶劫, 被搶劫, 那麼這被搶劫的部分, 你想看, 它的VT被改變了太多了, 只要改變50個, 50個納米, 不是50個納米, 50個minable, 你的NTBI就死掉了, 就這麼少, 一點點就死掉了, 那它的公式是什麼呢, 你的VT change, 就是你的NIT change, 比方說, 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改變了NIT, 比方說你的nitrogen, 改變它, 它block, 是啊, 它block, 它有block and boron, 但是它還會改變你的NIT, 它有它的缺點, 那它pix charge也會變一點點, 那這些東西呢, 就會改變, 你最後NTBI的這個好處, 比如說你加一個東西進來, 你改變了這個SiO2變成SiO1, 你改變, 你還必須要改變它的分布, 不是它的含量, 你可以含量, 分布是很簡單嘛, 你可以說我用這個RTP來做, 哦, 衝到20-30%, 不是很好嗎? 不見得很好, 還有它不作用, 那麼你就是前面談到的, 你用這個各種方式啊, 來改變它, 還加上溫度PDA, 來改變它的溫度, 改變它的分布, 這些很多很多超速啊, 是有些, 也許這個研究啊, 會說你這樣做會很好, 那很難講, 你必須在自己的, 新天上自己實驗才知道, 那我們最後附入會談到這個, 怎麼樣做這個實驗, DOE, Design or Experiment看, 有一個很有名的這個Paper, Sasaki, 他說, 誒, 我改變了這個分布, 比方說, 你看, 他做的實驗室, 在這個地方呢, SiON跟Silicon, 這是它的Channel, 這個NO-First, 跟這個NO-Last, 他讓它改變了, 一個在這裡濃度高, 一個在這裡濃度高, 在這個界面濃度高, 他就發現, 他就發現了這個, 如果你使得, 當然你, 你先得到好處, 所以你漏電流下降, 你的Bolo, 這個也是這個, Bolo, 彭的滲透, 也下降, 這是你的好處, 但它分布很重要, 它的結論是這樣, 就是說你的N啊, 必須避免聚集在Si跟SiO圖之間的界面, 你, 如果你, 你的Process,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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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指標是Delta, 這個, 這個, VT, 增加量,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 NO First, 然後, NO Last, 它這個是聚集在Si跟SiO圖之間的界面, 那就不好, 它就死得快了, NO First, 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圖呢, 告訴我們說, 這, 這兩條曲線, 任何一個曲線, 如果說, 比方說這個, 這個, 這個, NO Last, 在同一個, Naturing Concentrate, 比方說, 好, 5%, 5%, 你如果做到5%,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的DeltaH比較, 比較大, 那這個就, 這個就有問題, 就有問題, 你喜歡說做的一個是, 啊, 把這個, NO First, 遠離, 遠離界面, NO Last, 啊, 它是, 它的, 它的最高的濃度在這裡, 是靠近這個界面, 靠近這個界面, 缺點很多, 那你說, 為什麼這靠近界面就不好, 這個, 有, 有人就做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 啊, 發現, PB, PB0跟PB1, 啊, 這個兩個就是, 硅, 和, SIO2, SIRCUM跟SIO2的界面缺陷, 兩大, 著名殺手, 這個瘋子表示說, 這是缺陷它的, 它的, 它的密度, 缺陷密度, 宅子它肉一吸走, 被, 被它吃掉, 這兩個加起來啊, 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樣子好不好, 其實它不壞了, 相對平緩啊, 相對平緩, 這個在所有的材料之之內呢, 只有, SIRCUM SIO2是這個樣子, 其他的都不行啊, 這為什麼它是, 呃, 是為天之膠質, 不傳之密, 因為它這個地方啊, 能接啊, 這是BENGAP, 相對是平緩, 但是你, 一旦你插入一個NITROGEN, 插入一個蛋原子以後, 它竟然產生了一個特别的缺陷, 稱之為KN, 它竟然在這個中間上有一個很高的峰值, 而這個峰值很難降下來, 因為它特別高, 特別堅, 那3FY就是這樣, 3,5足就是這樣, 3,5足不止一個還好幾個, 所以就, 就為什麼3,5足到現在為止, 也不能做Logic的關係, 就是因為它有這個缺陷密度啊, 在能接裡面, 啊, 有很奇怪的高峰值, 而SIRCUM SIO2, 它是有平緩的, 而且它整體能夠被下降, 這用CHIN來把它下降, 就自身而言, 是可以解決的, 那麼這個呢, 就相對於比較困難, 啊, 這個是宅子殺手, 這是KN, 它專門殺宅子, 那麼, 最後跟他談一下, 就KN殺手, 其實它, 它雖然是很糟糕, 但是如果, 你把它換一個速度, 本來是硅的channel把它換成, 啊, 吃了個SIGI channel, 它就馬上下去, 變成綿羊, 啊, 這蠻有意思, 那至於左邊這個圖呢, 是NBTI, 它有使用Lifetime, 所以你說, 有Nitrogen, 它這個地方是Nitrogen, 跟氧的比較, 我慣氧進去, 更多的氧可能會, 結果發現, 氧沒有用, 這個Nitrogen, 會有影響, 氧呢, 沒有什麼好處, 也沒有什麼壞處, 這個地方是, 基本上就是, 比較很閒, 平等, Nitrogen, 增加Nitrogen, 就Lifetime增減少, 所以說, 簡單的講, 你說, 我要幾80%, 你可以做到30%, 我們這邊前面看到, OK, 你越高的話, 它其實有問題, 你5%的話, 你40, 這個實驗是40個Midrogen, 你衝到50就死掉了, 所以你不能太高, 所以你不能衝到10%, 從這個實驗來講, 衝10%, 它可以擋住更多的Bolonged Puge, 越多越好啊, 是吧, 但是你一多, 你的NTPI下去了, 這一點就是, 製成兩難的地方, 簡單的講, 你是在想辦法這個, 它給你一個新的, 通常你產生一個新製成都有, 都有代價, 不可能說毫無代價, 說什麼都變得不好, IQMDK也是一樣的, SION也是如此, 你說N很多很好, 但是N太多, 同樣的, 你的NTPI就下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 那你說我到底要, 怎麼樣來控制呢, 那就是DOE的事情了, ok,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DOE, 那麼最後呢, 在結束這個小章節之前, 我們來談一下Polysilicon, Polysilicon的工程升退交棒, IQMDK, 為什麼呢, 主要就是Gate Leakage, ok, 這個你可以看到, 這個Polysilicon, 它的Gate Leakage在, 你必須在, 它必須這麼厚, 2.5, 你看這個一樣, 這是大量量產數據, 這是SK HINIX它的數據, 那麼, 但是如果用IQMDK, 它可以降到, 大概1.5個那, 其實更, 這個, 這個, 厚度能夠下降這麼多, 那就是為什麼IQMDK, 大型奇妙的關係, 我就說, 它深思力竭, 乖乖讓位IQMDK, 交棒了, 就是因為它, 即使能夠改善, 這個Bolong, Diffusion, 甚至能夠BTBI也都能控制, 但是因為它漏電量太大, 還是不行, 還是要IQMDK, 那麼, 這就是我今天講的小的東西, 那麼, 我們現在, 小結論, 結論之後, 我要談一些附路, 就是說, 把前面講的這些Terminology, 這些Jargon, 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第一個, PBDI, 這個叫做PBDI跟NGDI, 一個是NFAT, 一個是PFAT, NBTI是PFAT, PBDSNFAT, 對它們產生影響的, 這邊下面有幾個四大項目, 就大家公認, NBTI主要的影響是, 就是你的界面, 然後呢, Natrogen Interface, 我們剛剛講過的, 那Termal Budget, 有道理, 因為它是改變了這個, 這個, 這個, 各種分布, 當然我也提到了這個Channel Time, 不同的Channel, 從Germanian一來呢, 這個時候我們上次有談過, 為什麼Germanian增加你, Librity, 它變好, 就是因為Germanian, 把你的NTC Banking, 的VDO, 把它Lift, 提上, 提上以後, 你的宅子, 看不到缺陷, 這給它的妙處, 那麼PBDI, 這個NFAT, 是HIGHK的厚度, 因為它跟裡面的缺陷有關系, 但是Interface的厚度, 它跟厚度有比較有關系, 你說, 至於說為什麼這樣, 那就是理論太多了, Termal Budget, 大家對Termal Budget都有影響, 因為你改變了很多東西, 那這個對GayLikage有大的影響, 那麼再繼續談, 以前的這個可靠性, 是HCO為主, HT Channel, HCI啊, HT Channel, HT Channel Injection, 以前還有最糟糕的時候, 主要是HCI, HT Channel Injection, 這個地方, 我們沒有談HCI, 這個東西目前已經不重要了, 它的意思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你的Voltage 太高了, 改變了你引引宅子之後, 就衝到你的Gay裡面把它破壞了, 这个细节 不会我们以后再谈 再谈 某些特别材料 现在还是这样子 SIC 这种需要很高电压的东西 它会惨这个问题 因为它会加速宅子 最后呢 受不了了 就冲上那个 Gay Oxford 干掉 现在为止没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问 大家都跑这个小衣服 你现在的7纳米 14纳米 都是1伏左右 在这里 然后又 TL是非常薄 越薄在这里 所以它基本在这里工作 在这里工作的时候 就是BTI limit region 就Biose Temperature and Stability 你加一些 这个 高的电压 一点温度 V2速度 然后你把它加热 来预测 这个 Riability的问题 那么重要呢 这个 其中呢 NBTI 更是 这个 PFET 痛中痛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它特别重要呢 它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 它能够轻易超标 它只要几个就够了 它不是说 我要一堆 从它的密度计算而言 大概就 10%增 一点点增加一两个 就够 我们以前也算过这个东西 它增加一两个就够 很惨 那么这个就是 重点在 这个 我们今天讲的是NTPI 主要是讲这个东西 那么到底说 到底怎么回事 它这边有个最简单的 NTPI理论 给大家聊一聊 其实 大家都不知道真正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真正知道 每个人就根据他做实验 你大学教授啊 做些实验 对吧 这个实验以后就发现 他的这个 我要想这个理论来 unmatch 结果呢 他就想出这些理论 大家说怎么样 结果呢 就是Black Band 就看Black Band 大语音或小语音啊 然后多少啊 然后少一些理论 这个英文叫做 Penomenological Model 就是说 他是看到结果 他猜原来 里面什么东西 因为他没有真正看见 但是呢 每个人看的都不太一样 好像瞎子摸像一样 你讲这个理论 别人讲那个理论 都费他的data 对不对 这个实验就是这样 在这个实验里面都是一样 那么NGBI啊 就是啊 这个 NBTI啊 NBTI啊 就是讲的就是 VT不安于 十年之内超过设定值 50个MN 这么一点点就够了 就就 你如果十年之内 超过他你就死了 这在我们上一篇讲过 为什么他就死掉了 因为你改变了VT 不同的VT 有不同的工作 你本来是RVT的 你变成这个LVT 也不行啊 对吧 他就是在十年之内 超过某个设定值啊 搬墙逃出来 他的公式是这样子 这两个是有名的公式 都是这样子 VT的公式 那么 从材料制成而言 我们只关心这个 这个呢 不太大 这个还好 这还是重要 还是重要 也不是说不重要 但这两个加起来 是最重要的 PV而言 他们俩 这个Delta都是正值 这是恐怖的地方 你说一个正应付不就很好吗 还不行 PV而言 这两个都是正值 这就是麻烦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简介了 这个可告性 NBTI 对不起 写错一个东西 NBTI啊 PVAC是最 最令大家头痛 因为它很难控制 目前为止呢 我们在上边讲过了 它基本上 让现在所有的制程 产生很大的问题 因为它是宅子 这个宅子 你看说 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它是往 所以为了某个原因呢 你跑到Gate里面去 宅子跑到Gate里面 或者是 里面有一个 Electron Hall Pair 在这里面产生 那么 不管你怎么样弄啊 你的结局啊 都是VT改变 那VT改变了以后呢 你的Leability就 就 就开始受到影响 And Leability的意思就是说 你VT不要变嘛 你为什么要变呢 那时候你非变不可 你年纪大了 它是 就 身体就出现很多疾病 跟人一样 那这疾病 怎么样呢 它的VT改变 在人而言就是 你本来可以跳很高 它就跳不高了 你改变了 对不对 那么 这个就是 同样的 元件也是这样的 它会老化 都会老化 没有说不老化的东西 那么 我们不停地在讲这个界面 Interface 那界面基本功是什么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那么 第二个要的附入讲的是界面基本功 我们以前陆陆续有谈到 这个地方特别要拿出来给大家综合一下 比方说 比方说一层国有多厚 看你的方向而言 是100跟110 那么其实 100它的界面的厚度 其实是最致密 它是最密的 是1.36M 每一层 100一层 第二层 100一层之间的厚度 是1.36M 那如果是110的话 是1.92M 这个天我给大家介绍 怎么计算 这在我们创业边有怎么样计算 这金额 它在100一层一层 它的金额是这个 它之间的距离 是金额的四分之一 那么11110就不是四分之一 是2.10跟2四分之一 所以说它比较宽一点 所以家里面要有一个 有一个 把它放在脑海里面 110的密度是最大 但它的之间的距离 却是最宽 很奇妙吧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但这个尝试呢 大家放在心里面 那么 至于这个 界面的缺陷呢 我们从这个 Silicon的界面缺陷 来看SiO2的美妙之错 你可以看 右边这个图 Silicon 它天生的缺陷 如果跟Metal相接 就是说它天生怎么 10的15次方 你看它的单位 它的这个 Surface State 这个就是它的表面的 这些缺陷密度 10的15次方 但是如果你把它改变成SiO2的时候 它马上就下降三个数量级 是的 12次方 2到3个数量级 这个就是为什么 而且它的 它的形状是很漂亮 它是一个枣盆序列 枣盆序列 它是这样子 它中间是很平缓 我们前面谈到 特别谈到这个 表面很平缓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特别谈到了 它为什么这么奇妙之处 我们前面有谈到 特别就是 SiO2 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们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就是Si 跟SiO2 稍微平缓的地方 这是理论值计算出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谈的是 真正实验 几乎是 也是理论值 其实理论的实验值 都做出来这个样子 是个 简单的讲 是一个相对平缓 相对平缓 那你说这个样子太高啊 还是高了一些 但是我可以用这个氢啊 把它弄得更低 再加两个数量值 那这个地方有个例子 这个例子 我们在 在有关于 缺陷密度 计算的时候 给大家这个 仔细谈过 这条你给大家复习一下 通常啊 在做实验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样子 都是用实验来看 你如果用金属 像GIO SiO2 跟SiO2 它做很多 有关于这个 work function的 这个实验的时候啊 都会有一个斜率 产生 这个斜率产生 你看这个有0.27啊 这0.02啊 0.86 这是你做实验的时候 产生 那从这个地方呢 我们再计算 像这个界面 密度 那么这个report 很有名的report Kovi跟Zatai 这两个 很有名的实验 做出来 他们竟然有 这个简单的关系 把这个关系 带到这个实验室数字里面 就会得到 底下的数据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到 有两个数字 你看 SiO2跟Silicon 0.86 就它的斜率啊 接近一 就是很容易调 它的这个VT 用work function 用work function 来调VT啊 它的 它是几乎是完美 一是完美 0.86不错 它的相对密度呢 你看 1.2成10的12指框 Pretty good 这是还没有 被passive之前 天生的啊 可是如果你是用 Germania来看的话 那根本就是 它根本不离 意思是说 你什么调度 没有办法 为什么 它的DIT啊 是14指框 14指框 表示说 这因为金格的密度 你要知道 原子表面的密度啊 是像硅而言是 6.8成是14指框 这差不了多少 那你想想看 它缺陷表示 每一个原子上 都有一个缺陷 那你宅子过去 你宅子有多少 值得12指框 少值得13指框 最多 你就被吃掉了 可是呢 SiO2跟硅之间的 这个DIT多少 值得12指框 你看它就是说 1%或者更低 上面的原子上 有缺陷 所以说 为什么它这么干净的关系 那你说 Ti-silocyte 那就稍微高一点 这二指框 把那个 特别抓出来 给它就比较一层 所以DIT的密度 对于芯片的反应 在不仅在Gate上面 还在这个Contact上面 都非常重要的 这个因素 那你说 我们讲DIT啊 那到底有什么影响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计算 你想想看 这个IOM 是V减VT的平方 这个工作电流IOM 7纳米的IOM 是1.4到1.7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 这个Report 我们可以从 这个Micro-Win 这个Report里面 可以看到 7纳米的这个工作电压 在0.6V的时候 必须达到1.4 或者1.7mA perMicro 那工作电压是0.6 或者0.65 我们来计算 如果用这个公式来看的话 缺陷47个MV的关系的话 那么它的DeFi呢 使得一个 如果有 一个有94MV的影响的话 大概 就是 我们这个 它的DeFi Density 就是前面讲的 可以计算出来的 10的12次方 它的影响 12次方的影响呢 基本上呢 就会达到 主要达到 会损失20%的电流 因为影响了这个VT 因为VT改变了嘛 对不对 你VT改变以后 以后这个 确信V就计算 它的VT改变 算出来以后 这个跟0.2 0.047 47V 我们就假设47V 47V影响 1的12次方呢 就相对于 47MV的影响 把它放进来 一改变的话 比如说 你的VT本来是0.2 因为VT的每一个VT 是多少呢 是0.2 到0.4左右 这个VT可以看出来 这个图可以看出来 这个大家上网一看 或者是你做远镜就知道 0.2 0.225 到0.375 0.3 更高 那么这些VT呢 我们就说0.2毫 如果说你改变了一个 一个电流 为0.02 0.04 那么你把这公司带进来 你发现它的电流 因为电流是它的 V-VT 这个Overtime 我们叫做Overtime 它的平方 一计算出来 少了0.8 就是说少了20% 有Defect跟没有Defect的 这个比值是0.8 那表示说 你有一几个缺陷 你就会少两次 所以这个是不能忍受 所以1的12次方 在新线来讲 是不能忍受 那怎么样改变呢 我们已经谈过了 加氢啊 用氢而你有 或各种制成而你有 把它变成10的10次方 除了缺陷呢 除了对VT会改变之外 其实它最恐怖的地方 倒不是那个改变 而是它的Sigma改变 Sigma才是真正的Killer 就是说它的变化 先进芯片来讲 不仅是改变 而是改变的 改变变化率 Sigma 你可以看看 这是目前制成而言 各种不同的改变制成 这个经过我新发明 比方说我的Doping RDF Random Doping 不见了 因为我把Channel 从这个Doped 变成Undoped 天生优势 很棒 对不对 然后这个很糟 这都是很好 这个Line Edge Roughness 我光学制作的时候 我的边边角角是 是弯弯曲曲的 不整齐的 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但是呢 目前制成已经做到 它的变化 只有2.7 Sigma 就2.7 2.4 最糟的是什么呢 Word Function Fluctuation 你的金属 Word Function 它里面的变化 因为它的金额不同 而产生的变化 这个会无法控制 我讲说 这无法控制 无法控制 有24个Minerals 这个 这个 我们讲 我们说 到了50就不行 你就吃掉一半了 这个 H20 但是你的Dfect呢 像32到47 这是我们已经计算过的 所以你看 缺陷的产生呢 让你这个Sigma 变得非常严重 所以这一点 就是为什么 MBTI 很糟糕的 对这个 对于Pick的影响 非常糟糕 非常影响非常大 那我们最后谈说 HighK HighK 缺点需要SLOX 弥补 这才是理论 计算出来 这个是Singrelation 做出来 你可以看到 HighK Oxide 如果没有Io的保护的话 基本上是 EPBET 这个MBTI 因为 我们知道 HighK Metalgate HighK 本身 界面的缺陷 是很大的 它不是像 这个 我们刚 我们刚讲 这个跟 龟在一起的时候 这是它的 天生的好朋友 它的这个 缺陷是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呢 它的缺陷 也可能是乱七八糟 而且很高 这个地方基本上 它不能够见到 过于directly 不能直接见到 见到你的Singrelation 那你怎么样 那这个地方要形成 那形成是怎么样形成 天然它就会形成 那厚度怎么 你不能太厚 因为太厚的话 你的K值下降 你CL下降 GET下降 也不行 那后来有人计算了 你可以变薄 但是是一个大学位 最多只能薄多少呢 0.4 两个M-Song的时候 四个M-Song的时候 它能够理论上 能够达到Defeb-free 你可以被清 Hydrogen 但如果你小于0.4 Nm的时候 你就再多的 清两半门都不行 所以说 它最终薄到0.4 目前的科技而言 那就 0.8到一个纳米之间 再薄一点 你有问题 可见 我们现在玩的游戏 是Anthor 一个Anthor 一个Anthor 的玩 这一点 就是制程的 最大的挑战之一 太薄了 你的NBTI就 完了 为什么 电动 它直接 它宰子电动 会看到 IK内部的缺陷 就被 简单地讲 就被 被 被抢劫 被宰掉了 走不动 那么 跟大家讲这么多 就是说 NBTI的 它怎么来源 如何控制 我们要怎么样改变 Nitrogen的 concentration 等等 那你说 那时候实验 我要怎么办 实验的 基本功 叫做DOE Design or Experiment 那么 这个在我 另外一个 统计制程 又讲得很详细 我今天就讲个大概 细节 大家去看 统计学 这个 是我们做制程 里面 基本功 我这边讲 统计学 有四项八卦 其中的 新分析 叫Factorial Design 是实验 世界中 最严谨的一种 就是说 它的变数 有两个的时候 你怎么样产生 从 四项八卦 里面 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在每一个 可能的 combination 正 负 正 正 负 负 正 相对应的 就是 太阳 我们说 两个都正 太一 两个都负 一个是少阳 少阴 是一正一负 如果是 我们把这家 视为羊 这个 负 视为阴的话 那么 Factorial Design 有二乘二 二乘三 它就四乘 它其实是 四项八卦 八卦你看 我把八卦 写在这里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正正正 就是钱 坤坤坤 就是乎乎乎 钱坤 那之间 其他的combination 就是这个 这个梗 梨 这个 对 炫 正 砍 砍 砍 这些八卦 八个角落 中国人古时候就 有这个 这个观念 太奇妙了 那么至于 我为什么要 Factorial Design 不用 这个叫做 One Factor at a Time 就一次是一个 这个实验 来做实验 就是我做实验的时候 我必须改变两个 同时改变 一个是 我只改变一个参数 比方说 我本来我的基准点 在是A minus B minus 就是说 这是我的音音 我的音 那么 我通常做实验 就是改变一个参数 把B minus 变成B plus 加一个量 或者是把A加个量 改变它 然后做实验 可是你没有 同时改变的时候 你就 你的这个 你就忘记了 这两个P纸 相互交易 比方说 我要把菜 变得好吃 你可以加糖 也可以加盐 那么之一 怎么样做最好 比如说 把糖跟盐 同样加一下 可以看出 什么地方最好 你如果是All Fat 就是One Factor at a Time 它的这个实验中 所能够得到的资讯 是有限的 那么 如果你全部都要做到的话 你会发现 Factorial Design 虽然增加了一个 但它所真正减少的实验 会少百分之五十 这个理论基础 就在我们经元上来讲的话 它就需要四片 就能够做出来 在Factorial Design 需要四片 就做出两个效果的效益 目前当然大家都知道 做了很多了 对不对 这个算什么了不起 这个地方给大家教育 是说这个节省资源 它比你One Factor at a Time 你在工厂做 发现大家都喜欢 做One Factor at a Time 因为你觉得这样比较安全 其实它是不安全 你必须根据软体 告诉你怎么做 这个理论基础 已经你要解决了 我们这里呢 不详细讨论这个细节 只告诉大家 简单地讲 如果说Factorial Design 需要八个实验的时候 它可以做成一个 完整的这个八卦图 你One Factor at a Time 要16个实验 要16个实验 这一点简单地讲 你就节省了 像八个八嘛 节省了八片 你实验 你在工厂里面 你在研究室里面 你的这个芯片 非常宝贵 你不要浪费 那么它的误差还比较小 这个地方是理论计算 我们不解释 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个 在相关的 相关的这个video里面 有详细解释 我们这就不解释 简单地讲 Factorial Design 比Office 小三层 因为它的Error 它的Standard Deviation 是用NR 理论只计算出来 所以天生 它实验所需要的 Vapor比较少 而它却得到 更精确的结果 这就是Factorial Design的好处 如果你是把它变成 二乘三的话 小一半 更厉害 这个地方是它的理论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个实战体验 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了实战体验 比方说 一个时刻机需要优化 而工程师选了三个参数 它之间的 你看就是它的 这个时刻机之间的 是两片之间的 这是你的Wafer 距离 跟气体 跟Power 这三个 比方说你是用Factorial Edge Silicom之类的 那么Power 大家也都知道 你多强的能量 进入这个Buzz 所以这三个 一个是 这是我们做 任何机台里面 最重要的三个参数 Gap Power Power 跟这个Gas 跟Power 跟Gap 跟它吃的距离 那么我们 我在 统计制成的 基础片 34篇 八卦的威风 里面有详细谈 我之前给 帮给大家一个影片 给大家了解一下 2.2 1.25 2条两本 Power 是这个 800到1000 我会举 STEP 统计 Doe Vectorial 首先要 Create Vectorial Design 2 Level 3 Factor 3 Factor 三个因素 两个Level High Low High Low 然后 Factors 这个 Gap Gap 0.8 到1.2 这个 是 FS6 Power 125 到200 800 800 到1000 对吧 OK OK OK,就设计出来了,这下设计结果,这些结果以后,这就是你开始要做的时间, 它还有一个randomized order,这个就是他要做的实验,你要做的实验,按照这样做,然后你就知道你的结果, 你时刻率,这样说这个时刻率是600,700,500,650,1000,这个1800,900,假设这是我确认导的结果,你要做实验, 你把这个实验做出来了以后,OK,我们就开始分析了,分析这个实验到底有什么意思,看一下,那就是stat,doe, factorio,analyze,factorio,分析到,这是你结果,OK,graph呢,就用4-in-1, 好,我们就先站着看一下,你就看到,bc比重最大,这个地方有,所有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参数表出来,他的公司都给你, 这个地方正不正确,我们要再说是随便打给他看,所以你必须要按照真正的实验来看,但是这个地方有时候给你公司, 给你公司,然后给你最重要的参数是b乘7,就是b是什么,b就是得化学要品,fxx,c是power,是这两个的相成最重要, a中间而已,但是这个b乘7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参数,b第二重要,所以可以看见,从那个实验结果看出来啊, 这两个非常重要,a中不重要,a马马不符,abc中不重要,也跟a差不多,a层b中不重要,aSigma不重要, aSigma不重要,aGap跟power关系不重要,这是标准自身的回事,那这个就是, 你得到的实验,得到实验,得到实验以后,你可以说我要看一下, 有一个,这个,我们刚刚讲过analyze design,对吧,那么你看response service, 可以看一下这个,等一下看这个图,可以看,那这之前呢,我们response optimizer, 就是,好,这些,需要选择一个,它的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东西, 这是我们算出来的东西,然后step PoE,responsers, 先不看它,看那个,analyze design好,那么我们刚得到的数据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三度空间的图长什么样子,所以它这个, 是这个,vita很powerful,EOE,vectorial,surface plot, 你也可以看说,gap跟这个化效品,就是晶圆与机器之间的间隔, 以及这个化效品,这个response是你当然得到的结果,OK,它就是有个三度空间, 可以看那个图吗,对吧,这是这个hold value, 占9版,那么你当然可以说我要看别的,也可以啊, victorial,service plot,service plot就可以了, Service plot,我们选择gap,我们不选择gap,我们选择power, 我们刚刚看到这两个环境很严重,我们看一下什么回事, 你看它弯曲的很厉害,弯曲的越厉害比较少, 时间的反应越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像DOE基本上它就完成,它就这样完成,OK, 那么你可以从结果里面分析一下哪个地方最适合, 你的这个好情怀ization,最适合你的用化,OK, 这个就是简单的介绍实战体验, 那么你这个,我现在用的是minitab, 大家工厂上有各种不同的软体, 实际上最流行的软体是minitab跟jump, sats就太困难,那么这两个是最流行, 那minitab好处是要比较简单一点,比jump要简单一点, 比较很好学,所以大家能够自习啊,或者自修啊, 看到我的file,看到我前面做的这个统计计程基础篇呢, 三四篇呢大概就会,不是很困难,你看吧,简单的讲, 我做的事情就是把参注书信序,要求软体帮我设计实验, 帮我分析实验,就做这么简单的事情, 可是我们当然实际上不这么简单,比方说你是老板, 工程师来做这个实验,取得若干晶圆, 要完成2x38片,他送了实验设计看起来都不错, 那你说怎么样来做建议表示你这个很厉害, 大家开个玩笑,那么你这个刚开始你的reference在这里, 你的角落在这里,是银银银嘛,是基准点啊, 然后你说每个地方都有达到, 都是vector design,吸引分析啊,2x3啊, 它的基本要求,你说这都对啊, 这课本啊,那你有什么好建议的? 建议是说,但是有很大的缺失, 就是你这个分布啊太过整齐, 就是你次序是一样一样做的话是不对的, 就是你因为你会有一些错, 有一些东西你没有看到, 就优良的实验次序必须随机化, 必须randomize, 你不randomize的时候会发现有时候会有一些偏见, 有一些bias, 所以你必须把这个说, 你这个基准点是第五是ok的, 那其他做实验呢, 你必须要用一个random generator, 来放出来,来改变它实验的次序, 而且另外,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做,在工厂里面做实验的时候啊, 有时候你不是一下做完了, 有时候你是今天做一个过两三天, 你有这个做一个, 所以你整个时间有些太长, 往往是这样子, 你太长的时候, 你就必须把这在长时间之内产生的一个系统偏差拿掉, 怎么拿掉呢? 就是randomize, 随机实验, 用时间实验把你的系统偏差去掉, 一大部分, 这一点是你可以建议的, 表示你很厉害啦, 那么我们回来谈这个, 一次一次因素, 一次一个因素设计, 是不是就一定不好, of it, one factor at a time, 那其实啊, 也很难讲, 因为你的实验设计超过118片, 我也可以来做一个, 你让你其实你在混, 其实你必须把它减少, 一个partial, 有些东西你觉得不重要, 刚刚我们做的实验比方说, gap跟power不重要, 那东西你就不要做, 你可以省略掉, 比如说你事先用软体来预测, 也不是预测, 就是说能够尽量的预测, 哪些东西你觉得不重要, 那你越知道哪些东西不重要, 而是做重要的几个partial design, 那就是你高密的地方啦,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TD wafer are very precious, 每一片wafer到达你的机台的时候啊, 基本上那都是庞大无比的资源, 所以说非常的珍贵, OK, 所以今天给大家讲了, 回顾一下给大家讲这个东西, 讲的就是, 就是, Nitric Oxide, SiO, Polysilicon, 它的Born Diffusion, 被Oxygen, 被Nitrogen挡住了, 但是其中的分布很重要, 制成改变, 可以改变Nitrogen的分布, 制成啊, 这个N在前, N在后啊, Plasma, 这个BDA啊, 这个, 这个, 说你的Themal Budget啊, 都会影响, Nitrogen分布, 改变它的NIT, 跟这个, 这个FixOxid, 那这些, 它的理论基础, 跟后来, 怎么样对付它, 我都大概讲了一下, 包括实验, OK, 今天呢, 就讲这里, 谢谢大家。